我们都有不小心吞下过东西 冰块、口香糖、甚至是整块糖果 我们也会吃掉水果里的小种子 比如草莓或黑莓的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对吧? 但是如果有人吞下整颗水果盒 比如樱桃的 这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来听我的讲解吧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消化系统 它是从你咀嚼和消化系统 吞咽食物开始的 你的食物会在唾液的帮助下 被咽下喉咙 而唾液中又含有帮助分解食物的霉 食道中的肌肉有助于把食物带到胃部 胃会让食物跟着自己一起蠕动 让更多的霉和酸 来把它们分解成更小的颗粒 然后我们的肝脏会利用胆汁 来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最后它们会穿过小肠 而小肠又会分离出人体所需和不需要的东西 哦,在食物经过漫长的一段旅程后 我们的身体才能获得所需要的营养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如果不小心吞下不该吞的东西时 例如樱桃核 消化系统会如何反应 一,樱桃核是无法消化的 不用担心,你不会有事的 水果核会经过你的消化系统 不过它会保持完整 还记得我之前提到的那些霉和消化液吗 它们是无法分解类似樱桃核之类的东西 当它到达肠道时 它们会直接告知说 我们不需要这东西 然后水果核就会被请出去了 二,吞下水果核会引起我胃部的不适吗 可能在吞下这样的小水果核时 会有些不舒服 但是你可能不会感到肚子疼 如果你患有胃病 那可能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 通常水果核应该很容易通过肠道 特别是如果你当时吃了其他食物的话 我们一直都有在吃其他一些 没办法消化或难以消化的食物 比如说 玉米,豆子,还有种子 它们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问题 辛勤劳作的消化系统 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三,千万不要吃下种子 樱桃属于核果 这类别里的其他水果 还有桃子,芒果和杏果 这一类水果的中间都有一个水果核 而水果核里则装着种子 水果核的外壳是没法被消化的 但是如果你弄破它 并咀嚼吞下它的种子 那你可能就会遇到麻烦了 核果的种子里含有氢化物 它很快就能把你送进医院哦 四,什么是氢化物 很高兴你能问这个问题 它既可以是气体 也可以是盐类 含有剧毒的盐类 它有几种化合物的形式 但核果,例如樱桃种子里的这种是氢化氢 它在这些水果里的天然糖分相结合 这一物质在工厂中被大规模使用 以生产制造塑胶、金属、油机和合成纤维 作业中接触它的人必须采取很多安全防护措施 例如戴上氧气面罩 穿上其他一些防护装备等等 五,氢化物会对我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呃,不是什么好影响 短短几分钟内 你就会出现头痛、头晕和虚弱等症状 你体内的每一个器官 都是利用细胞中的氧气来正常运作的 氢化物会和我们的器官组织中的酶相结合 阻止这一过程 换句话说 我们的主要器官会因此吸收不了氧 并停下工作 不用担心 好消息是,是有解药的 它叫做抢菇氨素 这个化合物会把氢化物转变为可以通过肾脏 从体内排出的物质 你有吞下过河国里的种子 并且遭遇过这些症状吗 留言告诉我吧 六,我能活下来吗 我会 你妈,我就不知道了 不,说真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咀嚼并吞下了樱桃核 或其他河国里的种子 那你应该赶快去医院 这样你就能活下来了 摄入氢化物的确很危险 不过并没有像吸入气体形式的氢化物那么危险 千万不要这么做啦 如果你只是吃下它 那么你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去医院寻求帮助 事实上,你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等着 你得到救治 获得解药的速度越快 你身体恢复的能力就越好 七,还有其他含有氢化物的食物吗 植物,包括被当作我们食物来源的许多植物 都能产生这些化合物 以天然的方式抵御昆虫的侵害 除了我提到的核果类水果之外 还要小心立马豆、木薯根和竹笋 在吃之前,你需要把它们完全煮熟 不要忘了,即使苹果没有水果核 也是含有种子的哦 而且,它们也是含有氢化物的 另外,苦杏仁是核果类水果中 氢化物含量最高的 八,注意事项 如果你想吃一袋美味的樱桃 那记得要把核吐出来 在你旁边放一个小盘子或一个垃圾桶 慢慢咀嚼掉果肉,避开果核 即使它的外壳是无法被消化的 但安全总比后悔好 要点是,千万不要咀嚼或吞咽任何类型的 水果核或果仁 吞咽水果核也可能有窒息的危险 另外,如果你家养了宠物 也需多加注意 核果的核和种子对某些动物来说 也是有毒的 不要因为这个就不敢吃樱桃了 为了让你能够重新爱上它 下面是有关樱桃的有趣事实 一,从石器时代 人类就开始吃樱桃了 在亚洲和欧洲的史前洞穴里 人们发现了樱桃核的化石 希腊作家Phil Frustus 在西元前300年前写下的《植物史》中 提到了有关樱桃的文章 并且还指出 它们有助于清除体内多余的盐分 二,我们今天吃的樱桃 是在17世纪被欧洲人带到美国的 那时,人们主要把它们用在干肉饼中 这种美味的菜肴 会用到捣碎的肉和干肉 融化的脂肪以及樱桃等其他成分 并因此拥有多种口味 三,世界上有超过1000种樱桃 甜的和酸的分别约有500种 但是我们吃的大约只有20种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樱桃都有在被批量生产 四,在美国,樱桃只有少数几个州有 大部分的酸樱桃都是在密歇根州种植的 在加州和俄勒冈州的帮助下 华盛顿州种植的甜樱桃占了美国62% 这些甜樱桃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受欢迎 不过要记得把樱桃盒吐出来哦 五,土耳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樱桃产量 每年能供应33.5万吨的樱桃 而且你肯定不会相信收获的方式有多简单多聪明 农民会用大型的机器摇动树木让樱桃松掉 六,每颗樱桃树平均可长出约7000颗樱桃 这足够让我奶奶做出28个樱桃派 嗯,再算一算,还是算了 七,樱桃中含有很多对你身体有益的东西 例如抗氧化剂和必须的维生素 带着天然甜味的樱桃 不仅能满足你对甜食的需求 而且它的卡路里含量也很低哦 所以它们真的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零食呢 而且它们还可以用来烹饪 让你的餐食也变得更加健康 八,尽管有着日本樱桃树这个名字 但它们并不是以自己的果实而闻名的 而是它们美丽的花朵和香气 它被认为是日本的国花 代表着同情心、美丽和对命运的接受 九,加拿大曾因烘焙出世界上最大的樱桃派而闻名 这个樱桃派重达18000公斤 直到今天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哦 而这个记录前保持者是密歇根州的特拉佛斯市 十 尽管它们不再拥有最大的樱桃派的记录 但特拉佛斯市自1925年以来 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国家樱桃节 这个为期两天的庆典会庆祝各种和樱桃有关的东西 提供以樱桃为主题的食品 并且会举办吃馅饼比赛 吐樱桃盒比赛等等的活动 嘿,算我一个 它们甚至还会加冕一位樱桃皇后哦 十一 古罗马时期 樱桃是士兵食物配给的一部分 行军时 士兵们会吐出樱桃核 其实是为了种出新的樱桃树 最终它们成功让樱桃树遍布了整个帝国 十二 吐樱桃核比赛的最高记录是28公尺 是Brian Bransu在2004年创下的 每年在密歇根州的欧克莱尔都会举办吐樱桃核比赛 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吐樱桃核的方法了 嘿,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后 学到了新知识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这里还有其他一些 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影片 你只需要从左右两边的影片里挑一个 另外,请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吧